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1下半深渊使用率曝光 T0有两位,长离不在其中 银铃排第三,竟然还没莫特斐高 明朝,1.2卡时角色抽奖推荐 金兮队友别错过,卡卡罗被爆金币 平民玩家这样抽最划算 明朝四星T0强度榜单 白子锦排第三,第一十字名归 明朝1.1下半版本深渊使用率终于出炉了 本次数据是大佬根据官方统计得出的 在深渊界面中就有推荐队伍角色 一起看一下哪些角色直接成功在本次深渊大放光彩 排行第一的就是维里奈 作为明朝中的五星奶妈 很多玩家在常驻自选中就选了这一角色 面对深渊中稍有不慎就被怪打残屑 奶妈显得尤为重要 不少漂泊者表示这个游戏没了维里奈的善 这只是句玩笑话 后续辅助治疗角色已经在路上了 T0角色除了维里奈之外就是金兮了 都知晓金兮这一角色强度超模 使用起来手感还不错 加上金兮算得上金兮版本最热门的角色之一 抽取他的玩家也差不多养得快毕业了 现在就等金兮的专属队友能早点进卡池 排第三的就是银铃 很多玩家都表示不理解 常黎排第四 主要一点一下半卡池常黎刚上线没多久 很多林克玩家抽完金兮后 还在努力囤新生给常黎 抽到常黎的玩家还没有养到毕业 不过银铃也不错 在很多队伍中都能玩的比较好 等下一版本中就能看到常黎最完美的使用率情况 反正T0应该是有的 然后就是季炎使用率没有莫特匪高 主要是版本环境问题导致的 想想看常黎队伍中就可以上莫特匪 然后安可队伍中也可以上莫特匪 季炎队伍更是可以 所以看到莫特匪使用率超越季炎的情况 再有就是一个四星角色肯定比五星角色容易获取 明朝一点一下半卡池的常黎已经登场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常黎自登场以来不管是人物设计方面 还是角色剧情都受到玩家们的一致好评 毕竟谁能拒绝这么一个有言有雷的女角色呢 而后续的1.2卡池两位新角色则知 向里奥也即将登场 就1.2卡池角色平民抽取推荐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1.2上半卡池 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则知了 则知的定位是兵系-C 目前就相关的技能机制来看 则知的强度还是非常在线的 对于有惊喜的玩家 还是比较推荐抽取则知的 当然了,零命即可 则知有一个30秒后台的协同攻击 相对而言比较适合金锡去叠勺光 作为一个辅助使用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说起1.2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向里奥 向里奥的定位是五星雷系组C 就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 虽然提到向里奥会免费送 不过还得以官方公布的消息为准 向里奥作为首个限定雷系组C 卡卡罗的地位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两个角色的机制其实差不多 不过在输出机制上向里奥比卡卡罗要优秀 对于玩卡卡罗又想要一个输出平替的角色 向里奥是值得抽取的 总的来说 对于有金锡的玩家 还是非常推荐入手一只零命的折肢的 提升肯定是有的 而且折肢还是兵系负C 队伍的总商提升也是会有的 对于玩雷队且拥有银铃的玩家 那么向里奥的抽取还是比较推荐的 毕竟送不送官方没公布 所以说平民玩家对于这两位角色的抽取选择 还是有需要去规划的 根据目前五星排名情况来看 金锡依旧无人能敌 强度分排名第一 其次为维里奈、长黎、安可 1.2版本新角色加入后 强度排名或将有所变化 在游戏中 除了五星角色外 很多满命四星强度同样在线 整了一下四星强度榜单 让我们看看截止到1.1版本前 哪些四星比较保值 值得玩家培养 根据新榜单排名来看 四侠目前排名第四 四侠可对目标进行快速攻击 输出上可 输出走场 上手简单 作为的任务获取的角色 获取方法轻松 曾帮助很多漂泊者度过新手期 由于长黎上线的关系 作为四星热龙C 排名有所上升 白子 目前含金量非常高的四星 毕竟除了五星为里奈之外 明朝这边 暂时还没有新的奶妈能够使用 白子不仅可作为奶妈 给队友加血 同时还有额外的增伤能力 特别是在游戏初期 能够帮助玩家度过难关 散滑 排名第二 作为四星里最好用的副C 拥有高爆发 出伤快 机制优秀等特性 演奏技能可提供下位入场角色 38%的普攻伤害 泛用性比较高 抽到肯定不亏 目前地位占无四星可撼动 丹井 又被玩家命名为六星战神 丹井拥有独特的烧血机制 同时可换取更高额的爆发 优势在于可靠自身恢复血量 但需要一些操作手法 在打法上面需要一些技巧 循环起来无人能敌 特别是满命丹井 一人通关深渊也不在话下 本期强度榜单总结来源于网络 1.2版本上线后 所有榜单将会有所调整 统计好之后 就会分享给大家了 感谢各位阅读本期资讯 想要了解更多明朝资讯 可关注本人账号 下期再见